反對無常加班… 謝謝 我以為多欣欲,云西柔人,我現在教你,我現在叫好為何,我都要打賊,為何,我都要擔心,為何,我都要擔心,為何,我都要變成,我都要唸下名字,為何 一齊,我們的風格 音樂 不如梁寶介紹後面的什麽藝術是怎樣 這是一個Graphity來的 不過將政府的政策變成Graphity寫在牆上 這是去年施政報告地盡其用活化廠下的政策 幫他做個宣傳 拍一下景 剛才我聽到你講 今天第一次來這裏 也是最後一次來這裏 有些感慨嗎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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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猜剛才這部樂隊很投入 你看到社群的活力 參與性很強 我唱唱歌 下來又做完觀眾 我做完觀眾又上去唱歌 我陰謀論看 政府現在最怕就是這些年輕人 因為主動性很強 主體性很強 而且自己懂得找空間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如果陰謀論地說 他剷走這區 怕他有一個組織性在那裏 慢慢下 主體性很強 他不是叫人家唱歌跳舞嗎 阿曾俊華說 所以他只想你唱馬總歌 只想你跳馬總舞 一定是跳Jazz那些 這些就是這樣 是的 但是我會覺得 我呼籲政府一件事 就是 我亦都看到 我很難想像一個樂隊的場 是這麼乾淨的 我進來沒有草味 沒有煙那些都可以 連地下都乾淨過人 地下都乾淨過人 政黨你跟他們談不妥 接著我們上街 上街都談不妥 我要搶欄桿 如果這樣下去 你這樣趕絕香港人的主體性 大家真的玩完了 好了 人家會問你 這些是小眾玩意 現在還未活化 政府 政府的活化有什麼不妥 是否只是說租金 租金是人家要發展的 你不應該阻止地球轉 這種言論 有很多人這樣說 原人可以說一下 我覺得 我第一次見到施政報告出來之後 第一條Bandline 在哪裡見到是美夫 那誰寫呢 就是林大輝 哦 林大輝有很多工廠的 另一個就是文建良 他們第一個來邀功 就是活化工業辦公 就成功了 但是我們現在看到 只是政策出來半年 其實很多了 那哪一個人成功申請 就是恆基地產的 除了恆基地產 還未有人成功申請過 那這一個就是 究竟誰是得益者 這個很明顯 地產又是地產佬 另一方面 就是究竟現在 最大的問題就是 他現在用在一個公眾利益 就是說重建 你收樓 因為那些樓產 比如50年樓 你怕它倒閉 那就收了 但問題是 你現在工廠大廈不是公眾利益 為什麼你用一個公眾利益的法例 擺在一個工廠大廈的私人利益身上呢 那這個我就覺得很明顯 為什麼大家沒有問到這個問題呢 究竟公眾利益在哪裡呢 你收一些廠下 究竟廠下丟空 那公眾有什麼虧待到呢 那我就 這個我就真的回答不到 那些政府想回答一下呢 還有有一個 就是他講文化產業的時候呢 有一個特色呢 他沒有看 就是我當你真是當產業這樣看 文化產業的規模呢 不是你想迪士尼那種 很多是中小規模來的 所以我剛才說 就是現在的狀況就是 藝術那邊又不理他 產業那邊又不理他 就是這裏為什麼不是一個產業呢 就是有一條人租那個地方回來 丟那麼多次裝修 搞到那個場可以夾得Bang 然後大家呢 就可能會租他的場 然後呢 然後租用者呢 又會收緩 這個都是經濟來的 那為什麼你那些 就是La Miserra 那些才叫做經濟呢 那我小規模都是的嘛 還有文化產業呢 它那個diversity越大呢 就是那個中間那個 那個小眾越多 越多不同的小眾群體呢 它才有活力的 就是譬如今天那些 我平時都不是聽這些的 但是我們互相有刺激的嘛 多元性啊 是的 那你才能出來的嘛 那些東西 所以現在那個狀況真是很古怪 就是兩邊都不理你 就只是你某一種規模 那些呢 才算是經濟 或者才算是美術文化 你真的相信政府有產業政策嗎 它從來都說 我們沒有產業政策 沒有地產業嘛 地產 所以說土地政策就是產業政策 是呀 它是這樣的 是呀 就是它說 給你特地你不就叫發展 說知道你做什麼 好了 它現在很慘的 教育有關林鄭月娥事 是 文化和藝術有關林鄭月娥事 什麼都關她事 她很沒空 好像塌樓都關她的 房屋特地狂屋 我提議 我提議 下一任特首找林鄭月娥做好 反正現在什麼都是她管的 好嗎 好 好 好 我們先謝謝兩位 好 謝謝兩位 謝謝 也不是罵人 是罵人 是罵人 老闆 老闆就是罵人 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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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這首歌 請你跟我一起罵 幫著我 一入股我教你罵人 罵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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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